今天的热浪榜,今天是2023年3月22日,热浪榜榜一就是中俄元首联合声明 第二个就是长春下了这个泥雨了 下了这个泥雨了,虽然上了热榜,但是没有官媒报道 官媒不报道的原因可能是担心指向了环境污染的问题 所以官媒不报道,但是又想说这个事都是自媒体上来了 都是自媒体在说 自媒语说的,所以说担心变成了一个环境污染的问题 为什么雨点落在玻璃上流下 就是灰尘大吧,或者是环境导致,或者是人为的环境污染导致 这东西都吸到肺里,可想是 那个环境会是个什么样的环境啊 长春的朋友,你们要戴口罩啊 当然说总戴口罩对人也不是很好,外出的时候戴口罩 有一个视频穷顶之下,他曾经说过 他说在屋子里面呢,贴封条 有人就嘲笑他 没有肉呢,灰尘非常细小 连皮肤都可以渗透进去 他可以透过皮肤进入你的血液 可以想到这样子,你贴封条有什么意义啊 那还是戴口罩,贴贴封条,搞搞空气净化器好一点 要不然的话,不说那个海南是第二东北吗 去海南吧 当然一般的工性接生也去不了,真的是悲哀